怎么让失去的孩子也有机会接触土壤认识农作物呢? 心上果扫就把窗台变农场 让孩子用一步的距离就能栽种各种蔬菜水果 今年9月初种下的玉米粒 现在已经抽高长成180公分的绿巨人 不但劫时累累 树叶浮书遮住赤眼的阳光 成了天然的玉米窗帘 用力栽下还没成熟的玉米一层层剥开 跟同学分享现采玉米笋的鲜甜味道 吃起来甜甜酸酸的 有没有很开心自己种吃到自己种的蔬菜 有 会不会拿回去给爸爸妈妈吃 会 可不是每间国小都有这样的福利 位在北高雄的心上国小走廊花圃很不一样 有玉米、番茄、蔬菜还有各种香草 特别是高大的玉米几乎顶到天花板 都是学生每天吸星照料 专业程度可不输给小农夫 牛奶可以把它先倒一点点水 然后就可以浇起来就长得比较快 我用浇水的方式 还有用晒太阳的方式去让它长大的 推广食农教育 尽管位在市区先上国小也要让孩子接触土壤 有机会种植农作物 三个月下来当初小小的玉米粒 已经根根笔直 抽高成180公分的绿巨人 不断节食累累 树叶扶苏遮住刺眼的阳光 降低温度成了天然的玉米绿窗帘 玉米可以让我们吃 也可以帮我们遮阳光 本来以为玉米是那种外面市场卖那种一株种下去的 但是没想到这么大颗的玉米是从一粒玉米粒种下去的 新上国小推动食农教育应该至少也超过十年的时间 那么今年开始我们特地加入很多美感教育的氛围在这里面 所以今年的食农教育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这个味觉教育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期待玉米收成变成桌上美味可口的佳肴 新上国小校长王健言表示食农教育其实没有那么难 只要一步的距离花圃也可以变农园 种植教育的过程不仅增加孩子农作经验 也学会欣赏植物美好 对艺术美感餐桌礼仪都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李嘉隆罗绍军 播送报导